香港Singer Channel的朋友大家好 他是T-SOUL 他是KC 我們是KC&T-SOUL 2024年雖然只是過了兩個月 但是樂壇非常熱鬧 在我身邊 我相信是今年第一隊的跳唱組合新人 歡迎你們 KC&T-SOUL 謝謝 首先誰是KC 誰是T-SOUL 我是KC 我是T-SOUL 因為他們雖然不是馬殺兄弟 但我覺得他們整件事好像很格 一出來我都說誰是KC誰是T-SOUL 謝謝 即是說我是帥哥 當然是帥哥 但我覺得你們的Style 比我感覺上一種很特別的Chemistry 有一個瓷場加在一起 除了又跳又唱之外 很想借你的音樂帶一些東西給我們 那不如你分享一下 你們這個限定組合叫KC&T-SOUL 第一首歌叫Gazzilli 其實你們想以一個什麼形象去闖樂壇 來吧T-SOUL 其實主要我們Gazzilli這首歌 我們出發點是想做一首歌給自己跳 我們想做一首歌給自己跳 我們有一個歌曲的就是唱跳 其實大多數都是做一首舞給自己唱的 但我們作為舞蹈員想做一首歌給自己跳 所以會唱的就是跳 會唱的就是跳 會唱的就是跳 玩試一下KC&T-SOUL 所以這個概念是香港全身的 香港未有歌的東西 還有一首歌 想說一首歌的理念 當然好 我聽到大概猜到一點 但是配合 因為這首歌是用來跳的 而這首歌是用來跳的 而這首歌是用來唱的 所以這個概念如何變成Silly 我真的不是阿倫 因為我們 其實Gazzilli這個概念就是 想鼓勵大家 就像我們跳舞一樣 其實有很多人很想跳舞 但是他們會因為一些東西 而好像很醜 好像我怕醜 很多人會因為這樣而卻步 但是我們就想鼓勵大家 其實不用卻步 可以試一下 完全不需要害怕醜 因為其實我們全部人做表演 因為我都經歷過一個 起初的時期 一定是差一點 或者是不好看的 但是其實只要堅持 你試了 其實就能達到一個 你想像不到的高度 所以我們的Message Gazzilli就是 Gazzilli 做了先 不用怕 其實挺好的 雖然說Gazzilli 但是想大家勇敢一點 想做的事就試一下 不會被人笑 我想問問你們 其實這幾年 男團也好 女團也好 很多 你們公司也很多 很多師姐師兄 會不會有壓力 因為他們都做得很成功 比如MIRROR ERROR COLAR 甚至PIXEL 都是從你們的比賽 你們都其實 首先不是第一隊 不過你們特色 比較少人 兩個人 你們會不會想怎樣令自己 可能不會被人比較 或者是我們自己一個獨特定位 我覺得 其實完全不需要比較 因為我們兩個 和各位 CNC者 行的風格是完全不同 我想我們最獨特的 就是 我們昨晚 我們昨晚在APM有一個 Launch 的 Day View Event 其實我們是 我們只是跳 我們是全力跳 我們跳到爆發 跳就全力跳 對 我們跳到很誇張 跳得很出力 這個也是我們想做的事情 當然 我們適當的時候 會唱歌 唱Live 但是 我們主要專心的 都是跳舞 所以 所以 那個感覺就是 我們是做一首歌 讓自己跳 所以 我覺得 這個已經不同 各位CNC者 也沒有需要比較 因為我們兩個 是覺得 百花齊放 是最好的 是的 我們是一個 好像一個 一個program 我們是裡面的成員 我們是一個 Danceverse 就是一個program 我們就會做 好像跳舞相關的 一些作品 或者是任務 或者是節目 接下來會繼續做 所以我們 亦都有機會 合體 亦都有機會 各自發展 看看 不同的發展 不同的人 可以合作 我們是師兄師姐 可以玩 哇 這樣也挺棒的 其實 我想說回這首歌 Gat Silly 這個concept 你們本身有沒有給意見 還是公司 覺得你們一來就做這首歌 覺得會不會有什麼關係 會出現這首歌 其實當時 Gat Silly 這個名字 其實是relate to 我們個人 跟填詞人 監製 解釋整個架構 我們人是怎樣 才有得出來的一件事 因為我們選了一個歌 的時候 我們都有跟他們溝通 解釋我們人是怎樣 我們想表達的東西 是這件事 最後就得出了Gat Silly 這件事 我想問一下 借題發揮 既然叫Gat Silly 你們在人生中 有沒有做過一些 覺得很silly的事 但這些事 到現在仍然覺得 很難忘 在你人生身上很重要 完全忘記 很silly 你覺得很silly 你為什麼覺得很silly 不是 因為這件事 真的是一個衝動 我覺得 先報了 可能不能報了 誰知道又能報了 又能報了 又能報了 又能報到最後 到現在做到這個位置 所以整件事 其實是 沒有想過 你一個衝動 其實是會造就了這一年的變化 令你達到下一年的自己 已經有很大的不同 所以我覺得 這個就是 可能是最gat Silly的時刻 想不到這個gat Silly 是可以令到 我們兩個 有得做 現在想做的 所以其實 重點不是 是否silly 那件事 究竟結果 我看起來是否silly 我覺得自己是否silly 而是 你做的時候的心態 你就全力做 對 就算我們那一刻 那一刻是gat Silly 但是 我們做的時候 還是會享受 對 對 對 這一題問題不難回答 不過下一題可能比較難回答 未來你有什麼silly的目標 你很想達到 當然是音樂上 是否難回答 我們應該會做 想試一下多些曲狀 因為 我們跳舞出發 對嗎 但其實我們 都不想一路 只是 一路跟一個feel 帶給大家 都想有 跳舞上多些面向 可以呈現到 所以其實在音樂上 就是跟跳舞 幫得很勉強 都想做多些不同的曲風 讓大家感覺到 哎 跳舞原來可以這樣 這些歌都可以 用到模糊的 或是單獨 才可以跳 這樣 會不會心目中 已經有些想法 例如現在第一首 Gats Silly 跳得很厲害的歌 會不會有些想法 就是 會不會將一些 大家猜不到的歌 或者曲風 加一些跳舞元素 來後 我們會透露 其實KC 有 可能我自己 我們也有 聊天 或是聊天 聊天 其實慢歌也是可以跳舞的 是的 我們兩個 都有試過用慢歌 去做一些表演 演出 演出 不猜得到 但是 其實我們想帶給大家 其實慢的歌 也是可以跳舞 也有令你心動 會令你氣雞皮的音樂 是的 所以 跳舞的音樂 其實是身體表達 身體表達 你不知是圓 是的 反而我自己的意見 我覺得你們有一個很大的優勢 因為近幾年很多 都說男團女團 但也有很多跳舞 但始終很大對頭 但你們感覺上 好像兄弟檔 那樣出來 我覺得其實香港會少一點 這些類型 你有沒有覺得這個二人的組合 其實可能有一個優勢 軟硬天使 是的 但我想到現在已經很久了 軟硬天使 高層 但是我覺得是 緣份 我跟他 這個比賽 我們只是 high by friend 因為我們之前是 做跳舞老師 那時候是前後堂 是 他在7點9 他下課後 我進去教班 原來是這樣的 大家之前都已經有朋友 已經知道是這個 網絡朋友 或者見面的下一班朋友 但入了造星之後 甚至到現在 才開始有些深入的討論 OK 但你們這些組合 本身有個友誼 是你們自己去嘗試 去爭取你們做一個pair 還是公司的意思 是直接是公司的意思 是 因為我們都猜不到公司 會讓我們做這個方向 其實他 我本身 回去開會的時候 我不知道是 藍團 做好朋友 是 但是 一來就 你們兩個都要跳舞 是 所以我覺得公司 很開動 就是 夠膽試一個 未試過的領域 雖然也要唱歌 但是 都是一個未知 沒有參考過 經驗的 一個 新的方向 但是他們夠膽 給我們試 所以很感恩 很棒 整件事 KC加T Show 首歌叫 Get Silly 究竟是Silly還是不Silly 等時間去印證 但至少我們會看到 這份勇氣 什麼都以舞蹈先行 將舞蹈元素 加入各類型的曲風 我們很期待 你們加油 希望今年年底有機會再跟你聊的時候 你會告訴Andy 成功 令到全港人一起和你們起舞 但在生活中 不同的範疇都一起用舞蹈去演繹 好嗎 好 加油KC 謝謝